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知识二风不散 再来选古光一个背影完的一处 就能吸引粉丝无数的刘老师 这眼瞅着到年底了 上班的都在埋头骨干 硬编年终总结 上学的都在坑吃别度的 分战各种考试 当然在这个紧张而热闹的时刻 还有一群特殊从业者们 也在加班加点 卯足劲儿充KPI 那就是骗子 警察叔叔常说 一到年底呀 最要小心的就是防骗防盗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应应警 来看一部据说全是反转的 讲述主角团志勇双拳和骗子 花式周旋的悬疑剧 反骗天下 故事的第一幕 发生在一栋豪宅里 蒙面歹徒正在进行入室抢劫 被枪抵着的小片分 嘚嘚嘚嘚就求饶我 说大哥呀 我只是来做客的呀 我真没钱呢 然后他就被打晕了 旁边豪宅的主人 赶紧就给歹徒拿钱 歹徒说你演我呀 住这么老大房子 就这么点东西 人家别的富豪跟媳妇干账 离家出走都带一个多亿现金呢 今天不整点干货 老子就干死你 于是一抬手 直接就往旁边 刚才费劲巴拉 站起来的小片分给干死了 哎呦我去了 人家这片分发型 找你惹你了 富豪一手吓坏了呀 则是玩真的呀 赶紧就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 给拿出来了 大钻石40克拉的 40克拉呀 就在这个时候反转来了 原来绑匪和小片分 是合伙做扣呢 小片分其实就是 咱们的男主叫方圆 金牌保险调查员 最拿手的就是 调查各种稀奇古怪 骗保的案子 富豪给钻石 买了巨额保险之后 就谎称钻石被偷 现在人赃巨货 这个骗保案顺利解决 俩人出门之后 扮演绑匪的同事还夸呢 说方哥你可太厉害了 咋啥案子都能破呢 你真是小母牛 倒立坐飞机 牛逼的飞起呀 只见方圆 微微一笑说 嗨这算啥呀 更牛的还可后头呢 说着他啪 就把钻石给扔了 注意啊 反转又来了 原来钻石被同事调包了 方圆其实早就发现了 钻石藏在哪 也发现了同事有问题 所以往上面喷了荧光剂 直接抓他个现形 当然了 先不用哇塞 这只是男主万分之一的实力 本剧的正式发生 第一个大案 是一个模特 他号称亚洲第一美腿 结果某一天晚上 却在路上遭遇了 刹车失灵出了车祸 对此我就想说两句话 一 这就是我不买法拉利的原因 二 让你穿高跟鞋 别开车 咋不撞死你呢 模特出事之前 在方圆的公司 投下了巨额保险 方圆就想调查 结果董事长说啥都不让 他说方圆应该去当管理词 不要总干这种小病人的活 方圆不干 说你不懂 这叫梦想 人就是要醉梦 就是要冲动 就是要放着大钱不赚 就是要奋斗在职业的第一线 董事长听完他的梦想论 十分感动 然后把他给停职了 方圆被停职也很不爽啊 心子行啊 你不忍可别怪我不义了 我喝一口水 我要用三个一次性纸杯 早晚给你喝破产了 但是同学们注意了 此时反转又来了 方圆前脚刚辞职 后脚就收到了一个神秘人 送过来的案件资料和一部手机 神秘人在电话里说 不要着急 不要慌 你想查案 我来帮 U盘里边有宝藏 包你看完秒开张 方圆打开一看 是女魔出车祸当天晚上的行车记录仪 但是视频却比交警调查的资料上 写的时长短了两秒 可是仅凭肉眼 当然是不可能看出来 到底少了哪两秒的 神秘人又说了 老弟儿你先别闹心 听我一句底天津 你需要一个好棒手 不妨千里秘之音 方圆听完嚼着 神秘人说话很有道理 而且一定有两把刷子 保不齐就是网上那个 平时说话爱押韵的帅小伙 而方圆要找的搭档 正是本剧的男二 大天才米若 米若那个智商高到啥程度呢 就是几十一个人里边 才能出来这么一个 跟超级AI在线battle 都能打个平手 但是米若似乎被啥 不正经的组织给盯上了 连比赛都是被个黑人大哥 拿枪盯着瓜子比的 后来他好不容易逃出来 还被假钓鱼 针钓汉的方圆给跟踪了 方圆说你当我搭档 米若不干 这个时候黑人大哥也找上门了 方圆说你赶紧答应我 我就救你命 接着他打电话给神秘人 神秘人还真就把他们给救了 但是又把他俩给打晕了 哎你说神奇不神奇 但是接着反转又来了 原来这个神秘人是个女的 叫纽梦跟方圆是顾交 纽梦说自己也开了一家调查公司 希望他们能加入 俩人一致拒绝 然后就走了 纽梦也没拦着 哎呀我说大妹子你啥意思 感情你费劲巴拉把他妈抓过来 就为了唠两句课 欣赏一下你的画像呗 老朋友叙旧就 就非得先给人家给敲迷糊了 就是暴力美学这个劲 你说你随谁呢 另一边方圆跟米若说 我手里边有你的黑料 你们小鲜肉不是最怕黑料了吗 米若行行的 嗯是这个礼 就同意帮方圆查案 经过他们俩的走访调查 再加上米若一个女性朋友 超级大黑客罗欣的帮助 他们发现原来女模特出事之前 车上还坐着一个已婚大老板 他们就开始怀疑 是不是有人要害这个老板 女模特只是炮灰呢 结果他们再经过一番调查之后 发现害不对 女模特有两个高中同学 仨人最近一直在遭遇 各种恐怖的灵异事件 收音机和电脑都会发出恐怖的声响 方圆米若将计就计的 挑了一个软式的吓唬了一顿 吓得他是啥都招了 原来他们仨高中的时候 欺负一个内向自闭的男孩 把男孩逼得失足掉了楼 男孩家里只有他妈妈 妈妈领了50万元保险之后就消失了 他们找到了男孩他妈 却发现男孩并没有死 男孩他妈也承认了 自己骗宝是为了个儿子治病 但是很显然能光光操控电脑啥的 一个当清洁工的中年女性 肯定是做不到 所以背后凶手肯定还是另有其人 是谁 一个大酒庄的老板 那这到底又是咋回事呢 原来呀 女模特他们仨人 把男同学逼下楼当天 在逃跑的路上偶遇了一起车祸 就是这个酒庄老板和他媳妇 仨人因为害怕自己被警察发现 就没帮忙报警 这就导致老板的媳妇 因为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死了 自己也失去了一条腿 所以他才弄出这些事 来报复这三个人 之后事情真相水落石出 酒庄老板因为蓄意伤人被警方控制 模特和好友多年前 支持同学受伤的事 也被披露 也做出了相应的赔偿 受伤男孩他妈也承认了自己骗保一事 但是你们以为 故事到这就皆大欢喜了 并没有 故事还有观传 其实在这个期间 模特和他的两个朋友 因为受到惊吓 又在方元的公司 签了巨额的人身安全保险 而负责这单的业务经理陈莎莎 名字却曾经出现在 酒庄老板的访客记录里 也就是说 这居然是保险公司内部人员 和酒庄老板的联手 方元指导之后赶紧回公司 他先是有理有据的一顿嘴炮 打着陈莎莎直接去自首了 接着质问董事长 是不是在背后协助陈莎莎骗保 董事长生气了 说你赶紧给爷滚 方元也生气了 说滚就滚 对不起了 对 没错 又是一个反转 其实这俩人是爷俩 也就是说 方元之所以这么努力 就是因为 如果他不干业务员了 就要去继承亿万家产了 这么枯燥无趣的人生 谁想要我 这剧情也太合理了吧 离开了原公司的方元 决定投奔之前 那个牛逼的大姐扭梦 发现米若也在 原来是因为米若在外边欠了债 很需要钱 看到这儿有同学肯定就奇怪了 那方元又不差钱 为啥他就非得查案呢 原来方元是为了报仇 他曾经有一个女票 有一天的女票给他打电话 提到了鲁班纸 紧接着就惨死在他面前 而鲁班纸是一个 非常牛逼的诈宝师的代号 方元缴着女友的死 一定跟鲁班纸有关 鲁班纸又喜欢在犯案之后 留下他的logo 所以方元就想从各种 奇怪的诈宝案入手 找到相关的线索 接着镜头一转 给到了纽梦 他身上居然也有鲁班纸的纹身 而且镜头一拉近 纹身还能自己换位置 你就说狠不狠 你说这玩意不是左就是右 你能不能整准成了我 而且纽梦还在方元的房子里边 装了监控 由此咱们不难猜到 这个老娘们 他绝对不一般 方元缴着这起案子 和国外的一起诈宝案很像 所以怀疑背后的指示者 应该就是鲁班纸 于是回到公司 找到爹要沉沙沙的 一切相关资料 他爹不给 方元就跟他爹打赌 说我帮你解决一箭几手的案子 你给我我想要的资料 于是第二个案子 厄运蝴蝶也就正式开始了 这个案子 涉及到一个非常珍贵的蝴蝶标本实现 本来表面上看着 就像是收藏家 贼喊捉贼的简单骗保 但是当方元米若 还有罗欣 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之后 才发现 在这背后 居然还有着被层层包裹的真相 也是咔咔的反转 一个非常著名的生物学教授 一直热衷于研究厄运蝴蝴蝶 甚至还专门为了这只蝶 写过论文 这种狂热让大家嚼着 他有足够的动机去偷这个标本 但是紧接着大家就发现 生物学教授偷标本 目的并不在此 原来标本本本来就是他伪造的 就是想用一个假的证据 证实自己的论文 但但 但是 虽然教授承认了自己想偷标本 可是标本却不是他偷的 真正偷了标本的人 居然是个对蝴蝶有执念 并且热衷于cosplay的女学生 她说只有厄运蝴蝶 这么神奇的误爪 才能配得上他 哎呦我去了 啥角色cos起来 必须得有蝴蝶 香飞啊 我不知道 但但但 但是 这其实也不是案件最终的解决 对 真相不查的最后一刻 你就别想猜出来 就这个剧 目前我看了12集 个人搅着节奏 还是比较紧凑的 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多 其中包括很多敏感的话题 比如学术抄袭 宠物行业背后的黑心利益链 等等等等 案件和案件之间 似乎都藏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而这几个主角的背后 也都藏着各自的秘密 比如男主 方元的女朋友的死 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天才米若为啥会欠一大笔钱 还被那些不正经的组织给要挟 扭梦跟鲁班纸 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他是坏人 那为啥还几次对方元和米若出手相救 甚至当两个人 弄别扭的时候 他还出面劝和呢 至于细节方面 这个剧还真是挺不拘小节的 比如宠物医院放弃关的玻璃罩子 上面居然还写着Viracom 刚好 那那还谁呢 还有方元替米若出头平事这一段 你换个BGM 就颇有点土味大剧的意思了 以后人你又有 你又再让我知道的话 我会来的是我们的事 小姐 你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 你又有朋友 再见 当然要说反转的话 那也是真反转 咔咔咔咔 赚你大把劲呢 我看了看预告 貌似后续的剧情里边 又有无辜的人要受害了 方元和米若 好像也要有大矛盾了 反正看这个价值 就是又要反转了 不过转归转 我们还是能够总结出 一些道理 就是你眼见的也未必为实 害人之心不可有的 防人之心也不可无 那么话说 你曾经经历过哪些 让你印象深刻的骗局吗 不妨分享一下 让大伙开心 不是 那个让大伙引以为戒 那这期就说到这了 我是刘老师 咱们下期见 好